接下来的话特别注意 刚刚同学问的比较多的问题 就是说像那个大瓜虎里面的什么七 七指的就是七个字 有没有 所以也就是从左到右算 你就算一定是七个字 中间会有个空白 这固定的嘛 然后头尾有两个这个符号 这个一定要加 那将来那个证照 他就是怎么样 他会辨识说 我看 我以我的观察 应该是他会看你输出那个结果 是不是完全符合他要的 所以你将来当然我们输出的话 这边 假如说我给他 总共会有四个输入词 那因为我脱缆 我就直接用复制了 理论上你要 就是执行之后的话 就输入 第一个 比如说第一个二十三点多 Enter 第二个 那因为我们要输入 那个四个词 然后我脱缆 我就用贴的 Enter 那他会去检查说 你从第一个是不是这个符号 字就过关 第二个 这个变数里面是不是七个字 字的话又过关 那有没有一个空白 他会确认说你这个东西 所以之前我刚开始练习的时候 卡最多就是说 可能中间少了一个空白 或多一个空白 就错了 所以空白数量啦 或者是那一些符号没有 他就会算你错 所以其实这个地方是考算细心程度吧 另外就是说 刚刚同学也问说 那像这种冒号点7 7.2F 这个如果你假设 考试的时候 忘记了 能不能开浏览器上google去查呢 就是 有什么新的就是想法 当然 他一定没有啦 不行 考试就考试 不能 他 浏览器被锁住了 因为 有了 我之前 我以前也当过监考 监评人员 然后现场也有人问说 可不可以 说上google查 我说上google查 那你回去慢慢查吧 你要考试 就考试就考试了 你还在那边查 没有我那开玩笑了 意思是说你要先自己练 而且其他的答案并不多 所以 像我 那时候去考的时候 我考前我会把答案列印 就程式码列印下来 一个小抄 然后考前 大概一个小时 也不用一个小时 大概就那一段时间就是 短时间记忆嘛 你就把它全部背到手 那考试的时候就是 马上就是有点像烙印在脑海里 然后呢就马上把它打出来 应该也还OK吧 如果说其中有一两个忘记 你就那一题先跳过 等到你其他做完了 你再回来做 倒也无妨 OK 所以其实要考试这个 我是觉得应该不是 那么困难 大家跟各位说一下 好 那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接下来看下一题 104 104基本上 他的题目要求就是 其实我跟各位讲 你如果要看那个 题目部分的话 基本上就是 第一个先了解一下 他我的习惯 先看输入什么 输入10 输出什么 所以你就以这个当成 是你要做的依据 那如果实在不懂 再去看上面的东西 所以我可以从这边看到 他基本上就输入10 他要输出什么 输出那个一个 他的什么呢 他的半径 然后等于什么 记得前后这边一定要空白 这个是陷阱 也就是如果这样在考试的时候 你这边少两个空白 也不对 也是算错的 OK 所以那个格式要一模一样 那输出的话 一定要取到小数点的第二位 这边也要小一点第二位 OK 那就是要把他的半径 他的周长 他的面积全部做出来 上面的话呢 他有提示就是说 你一定要用input input什么呢 因为我们会需要一个π的值 当然你不是要把π的值背起来 什么3.14159 一堆有没有 那你就直接引用什么 mass.π 那个mass.π就是一个属性 这个属性里面就是里面存放的就是π的值的资料在里面 所以我们如果要取得最精确π的值的话 那你就是要input input一个mass okmass里面有一个π 那我们就可以拿他来做我们要的结果 所以特别注意哦 那而且他底下有说到小数点的第二位一定要取到小数点第二位 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 一样 城市只有五行 我先demo给各位看 那怎么样去run他 基本上的话 一执行他 然后呢我的习惯是 跟着他的题目 题目比如说第一个输入什么输入10 会看到这样的结果 如果这样的结果也对的话 那表示第一个部分是ok的 那再来输入2.5 如果结果也是跟这个一样的话 那表示你这一题应该是没有错 那我这边把两边这样比对来看会比较清楚 所以首先的话 我就直接执行 这边输入10 Enter 看一下哦 有没有 这个地方结果一不一样 如果结果一模一样的话 那表示应该是没有错了 好比对一下 看一下这边空白有没有 也有 空白也有 那表示你考试后这个应该就ok 再来就是再执行一遍 输入2.5看看 2.5 Enter 结果比对一下 对 这边半径2.50 取大小任第二位 然后15.71也对 19.63也对 那这样这一题应该就过关了 那只是要怎么写哦 接下来我们来看 因为第一个呢 他有提示说一定要import Mass 所以记得哦 我们一定要先import一个Mass 那这个Mass不明示意嘛 相关的数学相关的function啊 都会在这里 可以找得到 如果以后还会用到Mass 之后还会提到 接下来的话让它输入 所以我这边有个R的变数 用eValue转换 input 比如说我输入2.5好了 就丢到R 那接下来我要什么 计算到小数点第二位 所以特别注意哦 这边一样做format 所以你会发现哦 这边基本上第一类都在考format 那format的话就是说 我今天要输出一个半径 后面的东西呢 要取到小数点第二位 所以记得哦 这个是一个变数 那就是一个大瓜糊 OK 对不对 大瓜糊 然后呢 因为要取到小数点第二位 所以特别说这边哦 我重打一遍这边好了 这关键地方 记得哦 这边要一个空白 这边要一个空白 后面就是我要把R的值放进来 格式化成小数点第二位 所以这边记得大瓜糊 我的习惯是大瓜糊移到中间 冒号 点2F就好了 所以反正它那个format一定是大瓜糊 至于里面的格式哦 有的时候可能还是要稍微记一下吧 哦 不过我觉得打久了 慢慢就熟了 就比较不太特别要去记什么 OK 然后后面的话就点format 把R放进来 半计就出来了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的周长 周长的话呢 就是2πR嘛 对哦 2πR 所以我觉得2乘上这边的话 这边就要format 我把这个值哦 重打一遍好了 就是2乘上mass 点 点的话你会发现它mass里面所有哦 有没有 sine cos那些都有 那其中有一个是π 哎 你就可以mass点π 来取得π的值 乘上r OK 然后把这个值怎么样 放到前面这边也一样 就是做格式化丢过来 那面积的话呢 一样这边也是做格式化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都是一样 取到xn 然后呢 我们用mass 这边的话就是什么呢 应该是π 乘上r平方 ok r平方的话你可以r 乘以r这样写法 或者另外一个写法就是你可以的嘛 r平方另外一个你可以写的嘛 mass里面哦 我之前好像有同学问 mass点的话 里面有个pow pow pow 然后刮糊之后的话呢 它也可以什么 r的平方 r度点 2的也可以 ok 然后这样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算出 它的那个平方 你可以用mass点πow 或者 但比较简单的话 就是刚刚讲的 你可以直接用那个r乘r就可以了 所以这边的话r再乘一次 ok 那把最后的面积输出结果就ok了 所以这个的话104题 那请各位试试看 其他相关细节部分的话 可以再参考一下那个 它其他的说 看看其他还有没有什么说明 好像也就是这样 主要是需要用inputmass 然后mass点π它有指定 它便有指定说你那个平方要怎么写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你的写法就可以很有弹性 请各位试一下这一题 画面呢在还给各位试一下 那那个参考的答案 我也把它贴到云端上 所以你们自己找一下在云端上面 就有一个这个这个这个试题解答 程式码 那你打开来里面就有我刚刚写的这些 我是建议有一些东西也许你可以贴啦 但是关键那些 比如printer这些 你可以把它删掉 你再重打一遍 如果你可以得到他要的这个输出结果 那表示你这一题应该都ok的 那考试的话就是从这些题目抽出来 你只要 大概理论上他一题 就是9题给100分钟 平均一题大概12分钟啦 不过像这种题目大概也不需要用到10分钟吧 你打得快一点的话 大概一两分钟就打完了 请各位试一下